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汉堂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主题,谈的就是组合的思维 过去呢,我们很多架构师呢,在追求这一个稳定可靠不变的这种万变不理其中的中 这样的一个结构,那这样的一个追求呢,在目前看起来并不太适合在A段架构师 因为A段架构师要配合呢,要支持商业模式的创新 要支持商业策略的应用,要支持呢,这一个产品的各种创新 所以呢,我们要追求与众不同,而不是追求稳定可靠不变 这是我们在,特别在A段架构师呢,要特别强调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这个称为呢,创新组合派 当然这个名字呢,所以随便取啦,这是我给他取的一个叫创新组合派的架构设计 那么传组呢,就是称为这一个抽象思维派好了 OK,那这个我等一下会做很详细的说明 好,那之后呢,我就说明这个组合派的这个架构师呢 那么他的基本的职责是什么 包括这一个愿景组合创新跟未来性 那我会说明这个vision的来源是什么 那么组合跟创新到底又是什么 那么未来性到底又是什么 OK,那我会帮你做说明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谈谈这个创新组合派的这个架构设计 架构计有两个基本的记忆就是抽象跟组合 其实呢,组合也是一种抽象 其实呢,我这边待会会跟你说明 其实我这边的采用的抽象就指的是传统的那种视角的抽象 那么其实组合跟封装是一种组合式的这种抽象 所以呢,就以这一个人的动作来讲 抽象跟组合呢,其实都是一种抽象 只是这边的这个抽象是指传统的这种追求万变不理其中 这样子的一个抽象 那么组合呢,是另外一种抽象 是封装型的抽象 OK,所以呢,我们就尽量的了解到它的本质 就是背后它就是都是抽象 只是一个是比较狭义一点的而已 那我把它称为抽象跟组合 就一般抽象跟创新组合 这样才比较合乎我的想法 OK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给它称为叫做 传统抽象或是一般抽象 一般的抽象思维 OK 那它是特性就是它致力于抽象出稳定可靠不变的共同性的架构 也就是说追求这个万变不理其中的这个中 万变不理其中的中 希望呢,以不变应万变 这就是传统呢,我认为传统的这个抽象派的 那创新组合派呢,它是希望能够组合出具有独特性的 与众不同的一个创新,一个架构 也就是追求与众不同的特质 与众不同的特质 所以呢,尤其在A段 A段的架构师呢 在这里要这个V段采用这个还可以节省成本 但是在A段是一定要采用这个 因为要支持呢,这一个商业模式的创新 支持这个产品的与众不同等等的 那这是A段架构师的一个重点 好,那我就来解释呢 这一种组合派的这种架构师呢 是以组合成为目标 就是和呢,是它的目的 反而呢,分析出来 稳定不变的,不是它的目的 所以呢,为了组合呢 分的结果呢,必须定下这个JCO 必须定下JCO 所以呢,常常抽象出来的是JCO 而不是组件 抽象出来的是JCO 然后呢,再透过JCO呢 去容纳各式各样的组件 各式各样的 这种模块,OK 那可以支持弹性的一种重构 重构的意思就是 包括JCO的组合 包括这一个模块的重新组合 比如说,有更好的 更便宜的这一个CPU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很快的 重新做组合 那么,当我们的市场有新的技术 有新的模块出现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弹性的 迅速的,敏捷的,重构呢 那就就是创新组合派 所关心的 那么刚好呢,非常适合这个A段架构师的这个需要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说明 这个A段架构师的基本的职责 职责呢就是 必须衔接这个支持呢 这一个公司老板 还有这个企业决策阶层的愿景 对于公司所定下来的愿景 那么透过组合跟创新 来这个支撑这个愿景来实现 让这个愿景呢 可以从梦想成真 OK 那么由于呢 各式各样的环境都会变化 甚至连愿景也会变化 因此呢 我们希望呢 我们的这一个产品呢 能够在组合创新的时候 还能够针对未来 还能够在未来能够继续的重构 组合继续的创新 所以呢 也就是追求我们的 这一个架构 以及产品的未来性 所以我就用这样的图 把它表示出来 基于这个愿景 这个vision 然后呢 来设计新的商业模式 设计新的产品 设计新的商业侧类 能够来做无限多的创新 做产品的更多的组合 来支持呢 这个vision 好 那由于这个vision 跟技术 市场策略都会变 一切都会变 所以呢 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这一个组合创新 能够支持呢 做最好的未来性 所以呢 这个整个过程呢 都需要有架构师 架构师从愿景 然后做减法设计 然后创造出一个简单的一个造型 简单的架构 那这个简单的架构呢 对于接口等等 都有很详细的 很精确的一种设计 那么来支撑这个未来的组件 等等的重构 OK 那就是未来性 未来性 然后这边要稍微了解的地方 就是要特别 不只是了解 还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就是这里所谈的 架构师的职责是四个要项 愿景组合创新跟未来性 那我们就来 从这一个两个角度了哦 一个角度叫业主的角度 就是老板 那么这是架构师的角度 架构师的角度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就业主来讲 比如说刘备 那么刘备呢 他的愿景就是要成为皇帝 那么组合创新就是手段 所以孔明呢 要来对这一个刘备 怎么去实现这个愿景 来做更多的创新 更多的重新的组合 做架构 所以才有龙中队 所以龙中队是孔明的创新 那这是 那这个创新是依据 愿景而来 所以呢 对刘备来讲 这个愿景是目标 那么去找孔明 就是要得到好的手段 来实现这个目标 OK 那对于孔明来讲 那反而是愿景是手段 他要从愿景来找出这一个组合创新的这一个结构 架构 就是说这个要从愿景当手段 来然后找出这个设计出龙中队 才是一个目的 我再说明一遍 就刘备而言呢 那么当皇帝是目标 但是他自己的组合创新能力不足 所以呢 手段不良 所以一直没办法实现 因此呢 去找这个架构师 找孔明 孔明就帮他提供这个龙中队 帮他解析 当时的整个环境 然后提出呢 可实现的计划 就是提出架构 OK 这个架构呢 我们所谓的architecture呢 就是一个可实现的计划 就可实现的计划 所以呢 孔明就提出这个龙中队 他就是一个战略上面 军事方面的大架构 那这个架构呢 来实现这个目标 所以就刘备来讲 他是想要孔明的架构 来实现他的目标 所以孔明的架构来讲是 对他来讲 他是手段 但是对于孔明来讲 他要做出设计出他的龙中队 那么这个龙中队要基于这个 愿景而来的 所以愿景对孔明来讲是手段 组合创新 龙中队是目的 那至于这个需求呢 就代表的是一个现实性 现实性 那现实性会随时间而变 所以呢 所有的架构决策呢 都必须具备有未来性 都可以满足呢 这个未来的愿景的变化 满足呢 现实需求的变化 等等的 那么这个整个架构 要随着这个情况而改变 所以呢 那这个什么叫做愿景 愿景就是想飞 比如说 这一个想当皇帝 就是想飞 但是呢 目前 这一个像坐一个飞机也是一样 他要想要飞 那架构师的目的呢 就是把疫情不会飞的模块 把它组合起来 让它会飞 OK 所以组合创新 就是一种手段 然后愿景呢 就是一个目标 所以这个透过这个手段 来实现这个目标 那目标呢 如果以舟飞机来讲 就是想飞 那么架构师呢 就叫设计架构 来把它组合起来 所以架构师呢 的目的就是把疫情不会飞的模块 比如说 轮胎 引擎 机翼 机尾 油箱 通通不会飞 但是 透过一个精致的架构 将它们巧妙的合起来 组合起来 它竟然整体会飞了 OK 那这个就是 A段架构师最重要的一个职责 重要的目的 就是把 这一个很多很多 都不能卖钱的 这一个零件 把它组合起来 成为像iPhone 这种很好的手机一样 就可以呢 产生 不一样的效果 产生 独特性 产生 以重不同的 产品 那所以呢 架构师的职责 就是要创造飞飞 所谓飞飞的意思呢 代表的就是 以重不同的 而且是我们所想象中 所要的 那以着整体的效果 每一个 部件 都是不会飞的 但是组合起来呢 整体却会飞 那这个飞飞 就是我们的愿景 那透过组合 透过加构设计 透过接口呢 把它组合起来 让它会飞 好 这个是 乔布斯也是这样的 想的 说法 他说 早在这个 他make make著作出来之前 其实他的样子 就是他的这个景象 愿景 愿景 那因为vision的意思就是 感觉是看得到的意思 就是可以视觉化的 就是把那个 make呢 的产品的样子 栩栩如生的 在我的面前 那我要说 这个产品一直都存在 只是没有人看过它 因为它存在的是乔布斯的脑筋里头 而他只是发现他那个人而已 那其实呢 这个产品呢 并不是真正的 在这个世界存在的 而是存在的是一个 存在乔布斯的脑筋里头 那么有很多认为 存在乔布斯脑筋里头 那个东西不是真的 是要生产出来才是真的 但是呢 话说回来 很多高级的设计师都说 在脑筋里头想象的东西是真的 做出来的东西是M品 像这个 有一个建筑学家 叫路易斯康 他就一直强调 这一个 想象中的那个东西 那个叫设计品 那个设计品呢 是真的 但是做出来的 那个东西是假的 是假的 OK 那这个我们就暂时 不再往细腻的去说明 这等有机会 我再跟你说明一下 这个真跟假 OK 那么 这个 再跟你讲一下下好了 这路易斯康有一次呢 他到欧洲的一个 很有名的大教堂 去参观 结果呢 这个大的建筑师呢 大的设计师呢 他就站在教堂的距离教堂大约50公尺的地方 在外围那边绕来绕去走来走去的 好 那人家就问他 你为什么不走进去教堂里头看啊 那里头很漂亮啊 然后呢 这一个路易斯康 这个大设计师就说 这一个当时设计这个教堂的人 他的脑筋所想象中的那个真正的设计品 是非常的漂亮的 是非常的漂亮的 但是 只是当时呢 受限于当时的费用 受限于当时的材料 受限于当时的人力 等等的因素 所以做出一个假的 一个 假的这个 成品 然后 真正的 那个成品呢 是在那个设计师脑筋里头 那个才是真的 那做出来的东西只是一个M品 假的 替代性的 而已 所以呢 他不想去看假的东西 他只是透过假的东西 然后来 引导他 去想象 那个当时 设计那个大教堂的 那个伟大的建筑师脑筋里头 那个真正的设计品 所以呢 原生出来 就是那个脑筋里头的是真的 好啦 我再跟你讲一个故事咯 这个乔布斯呢 一直认为 他脑筋里头的那个iPhone 是真的 然后做出来的 在卖的那个iPhone是假的 是M品 因为受限于当时的技术 受限于设计的时间 受限于市场的条件 等等的 所以做出来的东西 跟他脑筋所想的那个真的 都是有差距的 都是有差距的 所以呢 这个乔布斯就天天 觉得不怎么舒服 为什么 因为脑筋里头那个真的设计品呢 一直没有办法 在这个成品上面 这个完全做出来 这个完全做出来 所以想象中的那个真的 跟做出来的 在市场卖的那个假的iPhone呢 总是有一段距离 所以他就希望能够缩短这个距离 所以他就继续的去寻找 各种技术 各种人才 各种设备等等的 产品等等的 来组合出新的iPhone 做出新的iPhone 希望能够拉近 脑筋所想的那个真的 以及呢 做出来的这个假的之间的差距 因此呢 就不断的产出新的产品 那个新的产品呢 也是假的 只是改良的 那这个称为叫做产品的不断创新 所以呢 所谓创新 只不过是 不断的做出假的东西 然后不断的改进假的 让这个假的一步一步 能够接近真的 但是脑筋所想的真的 也会不断的往前进 所以呢 永远是无止境的 所以产品的创新是无限制的 因为真的也会变 会一直更美 一直走向更好的 那么假的东西一直跟进 这就是创新哦 这就是商业的创新 OK 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谈一下 这个Vision是从哪里来 OK 那这个我们有讲过 彼得杜拉克说 这个愿景呢 是我们的决策是从 这一个真相 不是从真相而来 我们是从想法而来 所以呢 我们的很多 这一个领域里头呢 我们都是从这个想法 就是Idea 然后Idea呢 会embed出来 就是Vision 就是Idea呢 会导出来的是Vision 所以从这个Idea 到这个Vision 然后呢 再到这个决策 这是彼得杜拉克讲的一个观念 所以呢 Vision基本上 是从这个想法而来 不是从真相而来 OK 好 那么意大利的这个设计学的教授呢 他说这个苹果呢 提出一个Vision 提出一个Vision 告诉人们应该去追求的事物 那这种领悟事物的洞察力 并不是像客 并不是从用户向苹果传递的 所以呢 这个Vision呢 并不是从客户的需求而来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因为有很多人认为呢 这个设计呢 要从用户而来 要去对用户做这个调研等等的 其实呢 这个Robert教授 他说不是 大家都误解说 这一个苹果呢 有这样好的产品 都是 这个有这么好的用户体验的产品 都是因为他们很了解用户 那所以呢 意思就是 他们收集了很多用户的需求 叫Requirement 其实他说 真的是相反的 反而是用户去聆听苹果的声音 远比呢 苹果去听用户的声音还要多 这就是 其实整个设计 是来自苹果的一个愿景 那这个愿景呢 是不是只有苹果公司的愿景而已 它还是包含了整个人类 所追求的一个新的食物 这叫做愿景 所以这里所说的就是愿景 并不是用户给我们的 而是呢 我们在心中所产生的 所产生的 当然了 这句话呢 也可以放宽一下 这个用户 如果他真的有很好的愿景 他也可以提供 只是他讲的是苹果呢 大部分的这个vision 是由这个苹果所提出来的 然后引导这个用户 去追寻 去追求这个共同的vision 所以呢 用户都去听听 苹果到底要带我们去哪里 而不是苹果来问 用户说 我要做出什么东西给你 OK 那这个Robert教授说的 就是听起消费者的建议 对于这个渐进式的一种来格 这是可以的 但是 如果想做重大的一个突破 就是在创新上 那我们 这个去听起消费者的声音 并不是最理想的 而是我们自己呢 设计的诗 尤其是架构诗 尤其是A端架构诗呢 那么 对于消费者未来 想要什么 我们必须要有先见之明 先见之明的意思就是 消费者自己都还讲不出来 那么我们已经可以 把它描述出来了 叫做先见之明 那苹果呢 就是透过这个方式 在消费者自己都还搞不清楚 他要怎么用这个手机的时候 苹果就把他的 这一个 整个人类对世界的这一种愿望 等等的 消费者的 对未来的期待等等 都把它描述出来 甚至把它做出产品出来 那这就是 苹果呢 对于消费者呢 想要什么有先见之明 这是 Robert所说的 所以在Apple的手机架构师 也说明了 通常伟大的成功的 伟大的做的产品 它的成功之道 并不是从设计图 并不是从定义开始的 而是 从一个点子 一个想法出发的 一个点子 然后呢 然后呢 就逐渐形成呢 扩大形成一条可行之路 然后呢 再不断的去做开发跟经营 那么这个过程呢 是一个 很有战略性的过程 就是从一个点子 一直到一个可实行的一个路线 然后呢 要不断的去改进 不断的去经营 去修正 它并不是一开始就 就设计完成 然后就 其他后续的动作 就 按部就班的去执行 不是的 它是在讲说 苹果呢 其实只是从一个愿景 一个想法 一个idea出发 然后呢 再不断的修正 不断的修正 不断的经营 然后呢 而得出一个可行的 路线出来的 所以它并不是 一开始 先有个设计 一个很完整的设计 没有 也没有一个很完整的定义 什么叫做智能手机 而是呢 从一个点子 一个理想 出发 然后慢慢的 寻找出一条 这一个 可行之路 OK 好 那我们的Vision 就帮你介绍到这里 那么我们接下来 谈这个组合跟创新 那有些人认为 架构设计 要寻找这一个系统的 共通性 那这是基本上 也没有错 但是这个共通性 有一个好处就是 很多模块 还可以共用 很多模块可以共用 所以这是以这个成本的角度去想的 所以呢 这个一般来讲 如果在V段 的架构是 那还可以 但是在A段 那就不行了 如果是在A段 那你就必须 我们就必须追求 这个独一无二的架构 这个架构设计要追求独特性 而且呢 要气象万千 以重不同的一个全新的组合才可以 所以叫做组合以创新 那乔布斯说创造 不会就是把事物连结起来 所以这个也是组合的意思 就组合的意思 他说 即使是非凡的创意 通常也不够是对已有的事物 进行新的组合而已 所以呢 这就是组合跟创新 好 其实是在一起的 那为了创新 我们就必须走组合派的 而不是走稳定可靠不变的 OK 好 那么这个 全世界最聪明的人 大家都知道 叫达芬奇 那 有一个叫做 Zabel 这个作者呢 就写了一本书 写达芬奇的 一个七种天才 那么他也说明 能不能看出事物的关系 和模式 做出不寻常的 也就是独特性的组合 跟关联 那么也就是创造力的核心 所以呢 组合跟创新 就在一起的 就在一起的 那这就是 最聪明的人 也是这样讲的 就是 要做一个 与众不同的 组合跟创新 那么这也就是 我这里提倡的 一段架构是 应有的技能 应有的思维 那么 共通性跟独特性 有什么差别 共通性呢 就是寻找 乱中有序 就是 这一个 寻找共通性的架构师 他认为 目前的 很多系统 很多变化 很多愤乱 这一个 在复杂的世界中 总是有个序的存在 有个序的存在 OK 所以 他就去分析 把一些乱的部分 把它去掉 透过抽象 把这个乱的部分去掉 留下 中间的细 叫统 所以 这称为叫做本质 所以 这称为叫 乱中有细 然后 万变不离其中 那个统 就是细 所以 这个寻找共通性 的这个架构师 他就透过抽象的方式 把这个万变去掉 留下不变的中 那这个中就是不变的细 也就是所谓的本质 那么 也有人称为他是道 他是道 OK 那因为把复杂的都变得都去掉 留下的当然是简单的 所以 大家都知道 有人说道是简单的 真理是简单的 那这就是 从共通性的角度 来看这个复杂的世界 他找出 他的共通性 把这个差异性的 把它去掉 留下的是一个 共通性的 次序 跟本质 那我们这个 称为是 他追求的是 共通性 OK 然后呢 这个共通性呢 一般来讲是 对复杂的东西 把它分解 分解之后呢 看出来 把它归类 相同的放逾类 那个差异化的放逾类 所以呢 就会找出这一个 组件的一个共通性 他把它切分成很多组件 然后会发现 有某些组件 有共同的特性 他就把它归类 把它归类 叫分文别类 OK 就是这样子的做法 然后呢 在A段架构师呢 其实来讲 应该要追求的是 独特性的 独特性的 也就追求 与众不同 那么就是说 我们要做组合 刚刚所讲的 就是把疫情呢 各自不会飞的组件呢 把它组合起来 让它会飞 那这就是靠组合咯 组合出 这一个原来都不知道的 原来都没有的 这个特性 叫做 与众不同的特性 那这个时候 分的时候呢 分出来的是接口 分出来的是接口 而不是组件咯 然后呢 反而是找出 这个通用性的接口 那通用性的接口呢 它就可以包容呢 这一个各式各样的组件 各式各样的组件 譬如说 一个火锅店的桌子 那么你把它分开来 把锅子把它移掉 那留下的是接口 之后呢 这一个就可以做组合啦 所以一个桌子就可以配 很多种锅子 我再说明一遍 你在吃火锅的时候 火锅店的那个桌子 为什么中间都挖一个洞 那挖洞的意思就是 分离 分了之后 然后得出接口 那接口之后呢 就可以得出共通性的接口 就是每个锅子 那大家的 这一个大小都一样 只是内容不一样而已 有的是鸳鸯锅 有的是 这一个石均火锅 有的什么 但是大家都一样的接口 因此呢 所有的锅子都可以 把它组合到这一个桌子上 因此呢 桌子跟锅子的各式各样的组合 就创造的与众不同 那么还有 现在的一张桌子可以配合名联 才有的锅子 所以呢 它可以无限的组合 而且既有未来性 因为你只要接口不变 那么未来的锅子 只要合乎这一口 就可以跟我们的桌子呢 结合在一起 所以呢 这表示呢 我们的这个设计呢 可以随时 既有未来性 那么我们也可以组合出 与众不同的这个 这个各式各样的口味 的火锅 OK 好 那么 这个一般来讲是 心中先有核的一个目标 先有一个vision 这个vision就是和 比如说我想飞 然后才来做分的动作 才来定出 它需要什么样的接口 比如说我要飞 一定要有引擎 那么引擎一定要有燃料 所以呢 这个燃料箱 跟引擎之间的接口 到底怎么接 所以呢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需要有接口 然后有了接口之后 再来找 这个厂商 来做出我们符合我们要的这样的一个油箱 以及这样的引擎 之后呢 分离出很多接口 然后预计接口呢 来组合各式各样的这个组件 那么包括所不知道的组件 比如说 我留下一个这个接口 那么希望有更好的引擎 但是什么叫做更好的引擎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寻找 所以呢 分离出很多接口 然后这个接口呢 会引导我们去寻找组件 而且会寻找到更好的 更便宜的 甚至呢 这个接口还可以配合 今年还不存在 但是明年会产出的 现在大家都不知道的 新的这个油箱 更好的油箱等等的 这叫做 I know的这种组件 所以呢 就像这一个软件一样 这个分出接口 你看 这里有一个接口 把它分出来 在这里 是这里把它分开来 分出之后 就可以组合 透过这一个 我们的EIT 这E 分出I 然后透过T 把这个配件 这就是组件 接口 插件 配件 可以把它组合出来 那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 CAMERA 可以配上来 所以分出接口 而且可以组合出既有的 这个CAMERA的组件 那么同样的 这里 可以再根据这个接口 可以再找到 从来没想过的 这个unknode 从来没想过的组件 还是一样 透过E 透过I 透过T 然后再根据这个A' 这是从来都没想过的 这个加护病房的 这一个 这个仪器的控制器 可以跟我们对接 对接之后 手机就可以 富士的手机 就可以看到 加护病房的 各种仪器的跳动 各种仪器的 这个信息 所以呢 依据这个接口 就可以组合外来的 一个新的组件 这个组件呢 可能大家都意想不到的 等等的 那这就是 我们叫无限的组合 这是透过组合来 做创新 然后创造 以众不同的应用 创造以众不同的服务 OK 也可以增加 手机的用途 也可以增加 这个加护病房的 服务的 的这个质感 OK 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刚刚所说的 就是做组合 那分出这一口 然后做组合 那这个很像 这一个肯德基 他这个先把 一大早 就客人还没有来之前 这个客人来之前 先做分 先把它分开 叫刨点解机 OK 然后客人来了之后 才做合 那这里是在做组合 先有组合的概念 才来做分 做分 OK 而不是一开始就找出不变的东西 他反而是为了给客人做更多与众不同的组合 所以他来做分 所以一开始客人还没有来的时候 先做刨点解机 然后客人来了 那如果客人说要半肌 那他就拿一只鸡腿 拿一只鸡腿 加上一只翅膀 再来一块鸡胸 那这样就是告诉你 这是半肌 这是半肌 然后这小腿还应该加一个大腿 OK 那么如果要拳击 就是两个鸡胸 两个鸡翅 两个鸡腿 然后这样合起来 叫做这一个 叫做拳击 叫拳击 那么看你觉得蛮可爱的 就来给你一个脖子 给你一个尾巴 那这就真的是拳击了 所以这是 捆得机呢 也就是一样的 跟我们软件等等的 一样的 先做分 然后做合 但是做分之前 这个架构师呢 先有合的一个微选在里头 那我们再说明一下 就是说 这个架构师呢 Architect 就是A段的架构师 脑筋里头先有合 就是这个 这个心中 脑中先有合的一个愿景 的一个想象 之后呢 才来定出这个借口 才来定出这个分 分出来 就得出这个借口 先有合 再来考虑分 考虑怎么分 再来定出这个借口 之后呢 就可以让师傅 大师傅呢 就可以在客人来之前 真做分的 分出来 依照这个借口来分 然后呢 客人来了 工读生就可以 依照这个借口来合 OK 是这样子 合出来 以重不同的东西 再给客人 我再说明一遍 就是架构师呢 在心中先有合 然后呢 再决定怎么分 然后呢 分出的是借口 然后接下来呢 怎么分的这一个动作 就告诉这个师傅 要师傅来执行 然后呢 这一个 再把怎么合的动作 告诉这个工读生 这工读生就会去做合的动作 那之后呢 架构师呢 就把这个制定下来 怎么分 怎么合 那甚至呢 这边各个师傅 都可以去做创意 去做更多的 分上面 这个反而架构师 不用管太多 那至于怎么合呢 这个工读生 也可以有创意 但是架构师 所抓的就是借口 架构师 要定义好这个借口 那这个借口 怎么来的呢 是因为架构师的脑筋 先有合 再来考虑怎么分 对 然后再来 就可以定出借口 然后依照借口呢 就可以来合出 这一个 原来所要的 这个愿景的东西 客人所要的东西 OK 所以如果你合出一个 从来都没有看过的 而且是 客人非常喜欢的 这叫做 刚刚所讲的有先见之明 OK 所以呢 这个要合出什么东西 是来自心中的愿景 不一定是来自客人的心中 而是来自架构师的心中 OK 然后那个 前记得的分法又不一样 前记得呢 他是 客人来了 你看这个客人都坐在这里了 才来 这个分 做考压的分解的动作 那因为分 需要是师傅来做分的 因为分比较困难一点 和比较简单 那是因为 已经先有和的概念 在心中 才找出分的 所以呢 分比较困难 因为他支持这个和嘛 所以既然已经分出来了 那么这个和就很简单了 所以一般来讲 和是由工读生来做 那么分是由大师傅 来做 所以呢 这个在肯德基内 大师傅都是在厨房里头 那在柜台都是工读生 但是呢 前记得呢 并不是这样做 前记得呢 是客人来了 才在客人的餐桌旁边 才做分的动作 所以由师傅来分 因为工读生是不会分的 因为分比较困难 所以你看 这个帽子高高的 大师傅呢 在这里做 这个解压的动作 做分的动作 OK 好了 那这一个软件的分合 也是一样 就是说 软件呢 比较像这个肯德基 软件呢 譬如说 在这一个 美国的Android 谷歌 这一家公司呢 他的架构师呢 像Andy Ruby 他就先 把这一个API 就是先做一个框架 把这个API接口都定出来 把它定出来 之后呢 再给全世界 所有的AP开发者 来写AP 然后再跟这个框架 做一个组合 做一个组合 也就是说 他在一开始 先把框架 里头的很多 组件都把它 分解出来 然后 以各式各样的API 然后就可以让 AP开发者 来做合的动作 所以这合的动作 那美国的架构师呢 谷歌的架构师 做分的动作 接下来呢 就是由这个美国的团队 来开发框架 就这样子的 但是A段架构师呢 要先 有这个核的想法 才能够定出这个API 然后才能够 做分的动作 做分的动作 先有核的目标 然后来做分的 你如果没有这个目标 你就分不出这个接口 如果你没有想象到 这个AP 那么你就不会分出API 所以要得出API 不能只考虑这个框架部分 而是要整体考虑的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组合 跟创新的意义在这里 然后接下来也是一样 这有两层的框架 也是一样 就是这个由这个接口 都定出来了 接口定出来了 所以大家就可以 可以来做组合了 做组合 所以呢 这个是谷歌的 这个框架 加上Fonegap的框架 加上APP 然后三方做组合 来做无限多种的创新 那这就称为叫做组合创新 那组合创新很依赖 一个架构师 能够把这个接口 把它定出来 把这个接口都定出来 把这个接口定出来 那这叫做我们分出接口 然后呢 再把这个组件 把它找进来 组合起来 让它这个会飞 让整个AP可以动起来 可以产生了 我们想象中的 或者是更神奇的 一个效果 就是让整个飞机 飞的比我们想象中的还好 OK 那我就先讲到这里 待会继续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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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